Apple 2023年的春季的第一场特别活动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更早 除了之前提到过的M2芯片MacBook Pro和Mac mini 还包括全尺寸的HomePod以外 这次极有可能会看到传闻已久的 Apple Mixed Reality Headset 苹果混合现实投胎设备 嗨大家好 我是小鹏 这次的混合现实投显 可能是近几年苹果最受期待的产品了 有关它的谣言或是有意无意的泄密 每年几乎都可以听到各种声音 人们一直称呼它为VR眼镜 但实际上呢 准确的说应该称为混合现实投显 PS5的VR眼镜你一定听说过 也可能玩过 包括增强现实AR技术 也或多或少有过了解 目前我们的iPhone或者iPad上就可以体验它 使用摄像头 可以把虚拟物品和现实场景相结合 目前类似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 而在VR的虚拟世界中 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你看不到你当前世界的任何东西 完全是在一个虚拟幻想世界中 目前有很多游戏厂家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非常酷 现在Apple似乎是想把它们结合起来 混合到一个设备中 就可以体验到非常的nice Apple其实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比如iPhone激光雷达传感器这类的东西 也非常乐中于把它们应用到各种应用程序当中 现在关于它的具体内容上 终于有些非常明显的信息 包括主材为铝合碳纤维 包括玻璃 视野方面有120度 更有森林其境的一个体验 电池续航时间为1-2个小时 还有自动调整镜头间距 这样可以配合每个用户的瞳孔距离 现在方面采用和AirPods Pro一样的H2 可以有超低延迟 甚至还可以以2D的方式 而运行现有的iOS应用 这不用说 苹果的这次新品发布 确实很让人感到兴奋 看苹果如何玩占AR和VR 我们确实要拭目以待了 不过只希望价格方面不要过于昂贵 我是小鹏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